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早前我做了一條影片有關於美國總統拜登和特朗普的辯論 拜登表現可以說是災難性 民主黨裏面的資深政客就勸拜登不如你退選,給一些年輕的有能力的上來 現在斯益傳例拜登堅持選下去,無論是他太太也好,或者佩洛西 雖然不做眾議院議長,都有影響力 都覺得這件事要讓拜登自己決定,拜登決定了,繼續選 他亦為表現差勁辯護,說自己患了感冒 說不聽幕僚圈高,州居勞頓,去不同地方,出席國際會議 但他已經回到美國,閉門準備選舉已經一個星期了 如果一個星期還是傑聰明的話,身體就極差了 無論如何他會繼續選,選舉結果是否已成定局 當然我沒有水晶球,也不是登神 我沒有辦法去預測 不過剛剛的官司對特朗普是非常有利的 我就想詳細說一下 這場官司為何會令特朗普成功選舉總統 請坐上這個寶座,勝算是特別大的 待會回來再談 各位,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地上網 但現在有,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一下我用的NordVPN 它可以保護你的私隱,隱藏你的身份 Nord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 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 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子,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挺好用的 我想說的官司不是說她被嫌聲 色情片的女聲被掩口廢 跟他們發生性關係 當然她否認了 判罪名成立違反了選舉經費法 不是說那單,那單就成立了 刑事民事官司成立了 就差在怎樣判罪 我想說那單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判決 就是說 大家記得 總統選舉完結後的2020年 一月初的時候 那時一直都說 拜登偷了總統選舉結果 特兩譜就想要扮回 要拿回來 所以她就四周打電話 給那些搖擺州份的主政的人 包括那些律政官員 可不可以從法律的觀點 從你們的能力扭轉選舉結果 特別呢? 特別是叫副總統彭斯 這是參議院的議長 要求他宣布 誰當選 拒絕把權力過度給拜登 也在公開場合 鼓勵 你說不是煽動 鼓勵 用直接或間接的 說話的內容就是 群眾包圍國會山莊 甚至衝進去裡面 OK 阻止總統的宣布 當時彭斯很害怕 很擔心 因為群眾進去 因為特朗普這種鼓勵 當他是半套 好了 那麼這種做法 究竟有沒有違法呢? 有沒有顛覆民主制度呢? 有沒有用非法手段 來保護自己的權力呢? 究竟他是用總統名義行事 還是用後選人的身份作出呢? 究竟這個做法有沒有刑事成份呢? 大家知道的判決 結果也知道 是吧? 九個最高法院的法官 有六個呢? 有六個是保守法官來的 親共和黨 有三個是比較liberal 是傾向於民主黨的 有六個法官 六比三 說 當時 特朗普是用總統的身份 和州的官員 副總統 遊行民眾 就大選可能出現的 舞弊的情況 下達指示 或者交換意見 無論這個意見 是否正確 也好 因為他是總統的身份 他不是候選人的身份 總統的身份 總統的身份 是受憲法保護 是豁免被起訴的 OK 所以不會因此而負上刑責 OK 這個裁決 是發還給 初審的法院 再審 究竟再爭辯 究竟他 是怎樣 大家會 最後的結論 結果是怎樣 不是判他有罪 還是沒有罪 最後的結果 可能會由頭再審 不過 對於特朗普 對於共和黨 對於共和黨來說 大家都很開心 原因就是 來總統選舉11月 只有幾個月時間 要有這個審訊的結果 一定是要在總統選舉結果 出了之後 然後才會有這個審訊的結果 現在看來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這個 民主黨 其實是有個想法的 就是說 他官司前身有這麼多 那麼多件案 是不是令到他那個 如果他一旦 就是判了他 當年 譬如打電話給那些州的官員 要指示彭斯 又或者叫民眾衝進去國會山莊 等等 如果是真的變成一個刑事罪 當是一個政變的措施 用非法手段 保住自己的權力的話 那麼他總統就不用選了 那麼現在 沒有 總統的 這個 是不是刑事這種做法 現在呢 還沒有一個百分之百結論 是要總統選舉之後 那就是換句說話來說 如果 總統選舉之後 一旦成為定局的話 那 那就 那個 豁免 對他的刑事的豁免 他的權力就會大增 尤其是他所謂有個project 2025 有機會可以跟大家詳細說 在美國引起很大的反響 不停地增加總統的權力 令到美國總統有機會變成一個獨裁者 也挺可怕的 其實這次為何會是六對三呢 美國的制度就是 總統是 法官是終身制的 除非他病 又或者是精神失常 不能正常工作 如果不是他真的可以做到死的 就有一個法官 有一個比較自由的法官 由民主黨總統提名的法官 就病逝 OK 那就是 按照慣例 按照權力 就是 現屆總統可以委任一個法官 所以他們求成拜佛 最好就是 自己 對面陣營的法官死了 那我當總統任來 就委任我 同時和他有法官 其實他們所謂同時和他有很多 很重要的 他們認為重要的語題 都是無非那幾件事 包括 墮胎 准不准墮胎 包括 槍械的管制 亦都包括移民的問題 這幾件事 一般的情況就是 等到很不容易 等到法官死了 那就自己委任一個法官 但是 亦都另一個慣例 權力就是這樣的 關係就是 你快要下任了 你是不是應該 選完先 由新的總統委任那個 誓去的法官的空缺呢 特朗普當時就不要按照這個慣例 就是他下任之前 委任一個 在權力上 在法律上 他沒有錯的 他不是違法的 但是關係是錯的 他就是 你知道有權拿到盡 於是就委任了一個 保守派的法官 這次變成六對三 就出現這個情況 就很多人說 給這個 所謂的豁免權 就是說 如果他是官方行為 就享有檢控的豁免權 如果他是私人行為 就是非官方 非官方行為 就不在豁免範圍裡面 那麼究竟 什麼行為在豁免範圍裡面 什麼行為不在豁免範圍裡面 這個就是 還要去討論 要去討論 要去討論 要去討論的 但是呢 現在就 在民主黨的陣營裡面 就覺得 這個 綜合法院的判決 是極為危險 是破壞了法治 幾乎對總統的所作所為 是沒有任何的限制 對美國人民 是可怕的傷害 當然有些人說 不是喔 難道他殺人 強姦 放火 綁架 都是總統的行為嗎 當然沒有豁免權 這些是私人行為 但是有什麼行為有豁免權 有什麼行為沒有豁免權 不是我跟你 那些 我承認 我對於美國法律不熟悉 就是看別人來說 看誰來說呢 就是看 就是有關於 這幾個的 就是 投票 就是有六對三 那三個 比較自由主義的 就是傾向於民主黨的法官 的看法 指控特朗普 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他 2021年的1月6日 通過他的Twitter 現在叫X的言論 煽動美國國會大廈的騷戀 法院裁定 他當天的言論和社交媒體的活動 都是官方的行為 OK 都是官方的行為 那 就 好了 其中一位大法官 是比較自由的 就宣讀了他自己的部分 你可以有不同的意見 雖然就是 就是 多數缺 但是那些 也都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見 都說出自己的看法 這大法官 他怎麼說呢 這樣 他說 對民主 很憂慮 這個判決 儘管 這個大法官 叫做 索尼亞 他 儘管 惡夢般的情況 從來未發生 但是傷害已經造成了 美國的憲法是甚麼呢 美國的憲法是很重要的 沒有國王的 沒有國王的 就是因為他不喜歡 這個英國的國王 說權力大到不得了 他就要脫離他 所以美國憲法有很多影子 就是說 一些平民的權力 甚至 甚至在憲法修正案裏面 美國人是有 用武力 去保護自己的權利 是憲法容許 所以對於共和黨來說 這個憲法容許 我們永昌有甚麼問題 儘管 校園的槍擊案 就是死到處 社區的槍擊案 多到不得了 那麼 這位大法官 就這樣說 他說 總統在使用官方權力的每一方面 現在 都是凌駕於法律之上的國王 譬如他的例子 他說 可以適用豁免的概念 假設的範圍 包括甚麼呢 可不可以命令海炮 這個 陸戰隊 去刺殺 政敵 這個不是我說的 是法官說的 他說是否可以豁免呢 組織軍隊 用來保護自己的私人軍隊 用來保護權力 給人覺得好像是 例如舉個例子 在與拜登有關於選舉的爭議 究竟是不是他偷了 是不是那些點票機有問題 他當時還未落任 還未交接 我還有總統的權力 我可不可以組織軍隊 我來保護自己的權力 我不將政權移交給你 這個是官方的行為 是不是獲得豁免 是吧 接受賄賂以換取 卸免特赦 又行不行呢 如果從這個判決來說 這位大法官說 都可能會豁免豁免豁免的 是用水門案調查為例 用官方的權力去阻礙水門案調查 他當時不是落任 不是即將落任 他是做總統 因為這個水門醜聞 就是當時共和黨 去找人進民主黨的大廈 那裡竊聽 尼克遜蓋著這件事 這個Watergate的事件 他後來就獲得 這個繼任 因為他辭職 福特總統去赦免 這個醜聞呢 最終是導致尼克遜落台的 他說如果涉案人員 假定尼克遜沒有豁免權 四陷之後呢 可以被起訴 OK 那就說呢 現在的問題就是 即是你看得到 這種情況呢 是令到美國的人擔憂 如果真是說 我在任內用總統的權力 這個總統權力 你知道美國的總統權力 是大得很厲害的 因為他有人民的授權 是大得很厲害的 是不是可以說 是不是可以做到 他剛才這位大法官所說的情況 是會令人擔憂呢 那另外兩個大法官呢 都是這樣說的 他說美國一直有一件事 是長期堅持的憲法 就是沒有人能夠凌駕於法律之上 這項原則一直以來呢 是防止我們的國家陷入專制 那今天呢 今天呢 是很令人擔心 是會出現這個情況 那當然 這個是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大法官 因為比例這麼懸殊的情況 都是得出這樣的結果 那很多人說呢 其實 美國的法律 或者最高法院 已經不是作為 在社會上的一個國家裏面 譬如就一些很重大的爭議政策 成為一個最後的仲裁者 已經不是去到這裏了 這個兩黨的政治已經入了法庭裏面 最高法院的判決呢 就是以那個 那個法官是哪個黨去委任的 而是完全是 同意了那個黨的意見 變成兩黨之爭的 在法院裏面的一個反應 那麼這個呢 對於美國的司法制度呢 是造成很大的衝擊 是極度不健康的情況 我最近看了一套紀錄片 在Netflix的 很好看的 講到希特拉的 就是 興亡其實就是 第三帝國興亡史的那個作者 William 這位威廉先生 很有趣的 這個當然死了很久了 這個是一個記者 就是有做過美國的很大的媒體記者 包括CBS 那就是在二戰的時候 就去了 在德國 在維亞納 在紐倫堡 就看著 完了之後就看著那個審訊 那所以呢 整個過程呢 他就看得很清楚 然後寫了 第三帝國興亡史 講希特拉的 興亡的經過 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 因為他做CBS 是一個電視台 一個電台 所以有他很多 去報導的聲帶 在那段片段出現 也有很多 不同的 訪問的一些歷史專家 那麼 希特拉 上台 其實都是很靠民粹主義的 他其實在國會裡面 選輸了 他的黨 立粹黨選輸了 後來就 他用很多威逼利後的方法 令到他 被委任做總理 後來就 總統死了之後 他成為了國家元首 於是 就是 收緊很多的權力 頒布很多新的法律 令到他把所有的權力 集於自己一身 於是他就可以為所欲為 其他事情 大家明白了 大家都知道了 那些歷史 寫在場面發生什麼事 當時 希特拉 為什麼會得到 這麼多德國人的支持 因為 希特拉當時 大家知道 一戰的時候 德國慘敗 簽了一個和約 要賠款各地 真是令到德國 真是令到德國 當時的 這個 這個 這個聯盟 西方的聯盟 就覺得 一定要用盡任何方法 按住 不讓這個國家再興起 結果 效果就適得其反 是 德國變得很弱 本來是一個大國 變得很弱 人人都變得 粉粉不平 那些列強 欺凌我們 令到我們 變得一個這樣的國家 於是希特拉上場之後 靠一個口號是什麼呢 去令到 即是煽動到民心的 就是 Make Germany Great Again 我聽到這句口號 這些歷史學家說的 我就立刻想 就是想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都是靠那種聯帥主義 是什麼來呢 具體 他沒有一個很清楚的政策 不過 結果就是 真是 人人都支持希特拉 無論他是對外戰爭 無論是對內屠殺猶太人 無論是對內屠殺猶太人 在德國 我去過柏林 看他們的博物館 他們 極少數的德國人 極少數的德國人 是對於希特拉的行為有意義的 大多數人都是支持的 而且不但支持 是衷心地擁護 即那些蓋世大寶 那些黨衛軍 去滅絕猶太人 德國人是完全無動於衷 大部分德國人是無動於衷 這種民水主義 其實是很可怕的事 現在全世界都向右轉 譬如最近 歐洲議會選舉 全部都是右派上場 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反移民 比較孤立主義 令到我們過街往 令到外面的事情完全不關我事 不要讓男人進來 這個最重要當然是這樣 美國的孤立主義 其實在二戰之前 是很清楚的 即我不會參與世界上任何事務 現在這件事是很容易 很容易大家接受的 那裡關我什麼事 歐洲打仗關我什麼事 直至日本去打 現在偷入珍珠港 美國才參加這個二戰 到最後 如果美國不參加二戰的話 希特拉可能是不會敗亡的 即美國的參與很重要 所以後來二戰之後 美國成為這個世界領袖 其實就是因為他的經濟發達 軍事力量發達 那麼特朗普 如果要重新上場 我相信的機會是極大 我自己的研判 就是會令到這個世界 會出現極大的變化 甚至是將這個全球帶來 重大的災難 因為 李孤立主義 這個世界有兩個獨裁者 大家都知道哪兩個 我不算金仔 金仔當然是獨裁者 不過他什麼都沒有力 有兩個很大的獨裁者 現在在世界上 輕風作浪 台灣是岌岌可危 烏克蘭不再說了 烏克蘭可能 美國人來說 只要關我差事嗎 台灣關我差事嗎 是吧 美國人一定是這樣想的 歐洲人也可能這樣想的 不過 即是被這兩個獨裁者 輕風作浪 最後他 抗張是得逞的話 我想全世界 說關我差事的人 都是關他差事 都會影響很大 都會燒到他一疊 所以 我看這件事 不只是我起戶一個人 我喜歡他 什麼喜歡拜登 喜歡特朗普 我從來對政客 任何一個政客 我都不會採取 這個喜歡不喜歡的態度 我覺得這個是極度不理性的 即是我做分析的 怎麼會喜歡他 也知道跟他有親嗎 可以是去看誰 掌握權力的時候 和這個人掌握權力 是會不會將他的權力 越抗越大 越抗越大 而令到 即是這個情況一發不可守則 美國有很多電影 我覺得有很多警惕性 都是說 美國出現獨裁者 然後將 美國人的人權自由 法治全部 也好 摧毀也好 或者是 這個收緊也好 令到 那些人 尤其是少數族裔也好 或者是 一些 有不同的意見的人 不是美國主流的人 不是基督教右派 都是 變成一個 面對很重大的挑戰 甚至是失去自入 美國經常都有出現這些電影 要提放獨裁者 因為 權力越大 越不受制衡 絕對權力 就會絕對腐化 美國立國的精神就是 法律上 法律之前要有人平等 沒有人能夠凌駕法律 這次這個大法官的判決 是令到總統可以凌駕法律 只要他說 我這個行為 是一個官方行為 我就可以 被豁免刑事起訴 你覺得 是不是很可怕呢 而且這個法 這個判決 是會令到特朗普 因為推遲了最後 就是 他有罪沒有罪 再拿回去再審 是會令到特朗普 是幾乎肯定 會當選做總統 拜登 為何會弱得這麼高 其實 美國的情況 可能會很可怕 不過沒有辦法 我也說 天要狼雨 良要嫁人 這是美國人的選擇 沒有辦法 美國全面 即是特朗普 我相信特朗普 如果重新上場 他給他第一次的任期 可能做些事情 更加會令人 會覺得 這種權力的擴大也好 或者向右轉的情況 是會更加一發不可收集 我相信會被第一任 是更加可怕的 好了 這次暫時說到這裡 你同意我不同意我 你也有留意的意見 我知道 說這個話題 就會惹起很多 特朗普的反應 但我個人很簡單 我個人很簡單 我 說我相信的話 我不是說 討好我的觀眾 我的聽眾的話 這是很重要的 這是我向來的原則 有很多YouTuber 又知道 你們喜歡特朗普 所以我說這次說 要討好你 他信不信 特朗普是甚麼 他覺得這麼好 是兩回事 因為 香港人是很喜歡特朗普的 到今天四年之後 都很喜歡特朗普的 因為有很多香港觀眾 世界上很多 聽廣東話的華人 很多華人 講國語都是 是特朗普的粉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很好笑的 究竟他了解他有多少 和他正確影響他有多少 只是說加稅不加稅 可能對他來說 於是有些YouTuber 就說一些 討好特朗普的說話 對不起 我是不會做這件事 我也不懂得做這件事 我不懂得討好人 我是說我相信的 你說我相信的是錯的 OK 你可以說我是錯 不過我也是相信 我經過我的 資料搜集 我的分析 我的研究之後 這個人我相信的 也都我認為是 講了 那個事實的真相的事 你可以說是不同意的 不要緊要 你可以留言給我 告訴我 你不同意些甚麼 這點是很重要的 就不是人身攻擊 OK 不要什麼交就交 是吧 我覺得就是 沒有養份的事 就不要留在那裏 壓住所有地方 雖然是 那裏是無限 無限 space的 無限空間 給你們可以做的 不過我覺得 是很肉酸 是吧 就是說一些完全沒有養份的事 我希望 留言的朋友 是有多些的根據 然後才留言 好嗎 好 談到這裏繼續支持我Pathion 和心者有化的頻道 多謝收看 再見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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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